四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学习《论语讲记》 《学儿篇 写如老人的提案》 我们上一集学习到提要的第一段授业史中 子曰 学儿实习之 不亦岳父 学是求学者接受教义 习是温习所学的事业 岳是学习成功以后心中得得愉快 我们接着来学习提要的第二段 第一段写如老人也讲 这段学字虽然为读书世人说的 但是各界各业都可以采用 就是各行各业都可以采用 不是只有读书人才用得上 所有的行业都可以用得上 所学有了贞德才能愉快 第二段明显道红 这是提要的第二段 有蓬自隐方来不亦乐乎 学有成就 名以远扬 这个学问道德有了成就了 这个名声已经扬名了 远扬就是很隐方的人都知道了 有志同道合的人 听到你有道德学问 他从远方来求学来访问 或者来访问求学 那么自己就能把自己所得 自己所得到的学问 广义人群社会 广泛的利益人群社会 岂不是很欢乐的事 这个就是有蓬自隐方来不亦乐乎 所以这一段的提要 是明显道红 这个明显良 道就弘扬出去了 这是很快乐的事情 提要第三段 时机不合 那么上面一段就是 明显道红 那么第三段 那么第三段 提要给我们讲 实机不合 人不知而不亦 不亦君子夫 上面讲明显道红 但是有时候 实机不合 不逢知音 空怀大财 无处去用 这次我们佛法讲 实节音言 没到 没有碰到知音的人 人家不认识 自己有很大的学问 但是没地方用 既是学有所得自然之命 不可牢骚不平 智商终合 既然学习有所得了 就是有心得了 自然乐天之命了 那么在伦理讲 这个 孔子啊 五十 知天命了 那么知天命啊 就是 悟处了 那么一个知天命的人 神啊 他就不会 有牢骚不平 所以这里啊 给我们讲啊 如果自己有道德学问 那么 实机不合 遇不到知音的人 不能施展自己的这个财用 不可以牢骚不平 智商终合 应该氧气雌智 不怨不渝 不怨天不渝人 完成洪亮君子 虽然没有人觉 天觉更为尊贵 这个是 啊 给我们 讲啊 学二篇 第一章书的 提要 有三段 授业史中 明显道红 实机不合 下面再给我们讲 其为章二段 孝涕为修其置评基础 第一段 孝涕为行人开源 有子曰 其为人也孝涕 而好患上则贤矣 不好患上 而好作乱者 未知有也 前章集的六亿 第一件就是理 理记的第一句话 是无不敬 这是理的总纲 除了 能昌 国有理静自强 若无理静 必乱 那么这是 给我们讲理 他的重要性了 人有理静 必定 吉祥 家庭有理静 必定能 昌盛 国家有理静 自然 博富民强 若无理静 必乱 如果一个国家 一个家庭 或者个人 那没有理静 那必定啊 那必定啊 就很乱 就不好了 所以政府 先要端正礼俗 继续又提倡 庄敬自强 在世界恶劣 环境中 我们反而 日渐繁荣 更得国际多助 可知理静的重要 笔记说 无不见 但也有先后轻重的区别 至亲则 未尊则 有得则 自然居先 父母亲 父母亲又是尊贵中的尊贵 更要先知又先 必须孝敬 兄长 同胞 又先我生 那么这个 兄长 那么 比我先生 必得进道 替道 所以要敬重兄长 这是天经地义 丝毫不许懈怠 难道推及一切 都要加理静 凡 侵犯 武慢 等事 一开不能做 尊敬父母兄长 称作孝敬 离静一切 称为行人 这是修身至平天下 一贯的路线 人之礼静 才行孝敌 人都有父母 彼此一礼 自然礼静一切 普遍 普遍行人 既然行孝敌 便是知礼静的道理 哪有侵犯掌上的事 所以 无礼不敬的动作 孝敌的人 是深以为耻的 所以 少有这样的事了 再者 凡事不守家庭规矩 破坏社会秩序 违幻国家法律 都不是以敬行人 称为作乱 因为 这些事 都有层级主管 有礼静的人 生死侵犯掌上的人 再去违非作乱 是不可能的 这是治安的根本办法 好 今天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 那么 下面提要的第二段 行人为达道之本 我们下一次 再来学习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